10月25號 中共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前黨組書記、董事長尹家旭 涉嫌受賄為親友非法謀利罪被逮捕 今年4月4號 尹家旭被調查 9月30號 尹家旭被雙開 《日經亞洲新聞》今年5月曾報導 這些涉及中共軍工系統腐敗案的官員 如尹家旭、劉厚誠、胡文明等人 都跟江澤民派系的核心圈子關係密切